沒有辦法支撐的 這裡扶到一打就斷 所以對方打來的時候 一 往上穿 不要往右邊架 往上穿 二 上步 你看 懸腰灌進去 這是打掉 這是肘疾的打法 這個動作比較像 這個動作是取是連環的穿 穿這樣靠著往前穿的力量 所以這個穿手一定要記住要接到手肘 不要接到手腕 要接到手肘 你看 我穿上來之後 往前延伸壓迫 有沒有 這個前身壓迫力量 不要穿的時候往這裡蓋開 你往這邊蓋開很危險 他會脫手 因為這隻手沒有抓 就是往前壓迫 上步之後懸腰打擊 懸腰打擊 好 來 你看喔 懸腰打擊的時候 對方知道你打進來之後 後座 退步後座 前手就沒有了嗎 他就格擋了 格擋了之後 你這樣懸腰打擊打完 格擋之後 上手帶下來 上步 這樣繼續推 五撲就進去 五撲就推掉 五撲就推掉 所以可以就組合起來 好 這是那個單練的時候的主手 對方打來的時候 一 你看 二 打擊退步擋住後 合上來 三 上步推 主手 五撲 好 五撲 來 試試看